作者 拈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1385集 是 九儿小姐 玉京风汉手领命 赵玉生那边和几个兄弟从不同方向急匆匆而回 风九儿抬眸看了一眼 和乔木一同迎了过去 这儿的事情交给杨生吧 他真的还有事 赵玉生 没想到你们几个速度这么快啊 乔木含笑说道 他脸色好了不少 也多亏凤九儿给他运功疗伤 他家都没有事吧 赵玉生看着乔木 视线落在凤九儿身上 没事 今天多亏你们几个 凤九儿点点头 雷参豹被捕 也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对了 九儿 乔木得到消息说身中的人正准备放毒烟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不少人的药炉都被破坏了 那些守着药炉的护兵都被杀了 如此说来 在我们之前有人来过 来人帮了我们 要不然 不可能速度那么快 也达不到这种高度啊 凤九儿跳望了山的那边一眼 月眉也轻轻皱起 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 有没有留下痕迹 暂时不清楚 当时时间太近 我没有细看便离开了 凤九儿回过头看了一眼 放心地收回视线 赵玉参 你带我去现场看看 乔木 你回去和玉京风整队一下 咱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 好 嗯 乔木也点了点头 兄弟牵来追悦 凤九儿一跃上了马背 赵玉参和另外两个兄弟都上了马背 赵玉参领着凤九儿 往刚才和杨生相遇的林子而去 地方不算很大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药炉附近 凤九儿很认真的 玩世了四周一眼 视线落到倒地的几具尸手上 他捡起一根木棍 将一具尸手挑了几下 让他翻了个身 凤九儿站在尸手旁边 看了一会儿低声道 是他 芊衣 他并没有回去 而是偷偷跟上来了 芊衣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可我真的很担心他 剑衣不可能乖乖回去 以前的他不会 现在的他也不会 所以凤九儿听说 有人帮了他们 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剑衣 来到现场 他看了四周情况和护兵的情况 几乎能肯定 在这里出手的人是剑衣 凤九儿抬眸看着天空 清明了敏唇 剑衣 回来吧 我说了 我会有办法的 你回来吧 得不到回应 也在凤九儿预料之中 这家伙总是这样 喜欢躲起来 自舔伤口 可是 他要遇上了陈红 没有别人帮忙 他又该如何呢 现在 凤九儿是极想将剑衣揪出来 用力打他性感的屁屁 只让他总是自作主张呢 但凤九儿知道剑衣想躲 他要找也没那么容易 现在 他只希望这家伙 会一直守着他 像以前一样 至少他能在他出状况的时候 给他帮助 走吧 凤九儿 环视四周一眼 回头看着赵玉生 走 可是剑衣 我知道 他肯定在附近 他不乖 我又能如何呢 剑衣 你别走太远 要不然会跟丢的 凤九儿再也没说什么 走了 两人离开之后 林子安静了下来 一道白色身影 出现在树梢上 他看着已经远离的小身板 脸上没有半点神色 活捉了雷申报 接下来的事情容易很多 短短三天 凤九儿带着兄弟们 几乎可以说 是攻陷了整个雷家镇 除了一条村子 村子在雷家镇的东北方向 临近松江 他右边是宽阔的松江 前方有一条大河 左侧和后方都是高山 此刻 守着这个黄松村的人 便是陈红 凤九儿等人 驻守在黄松村前方 和陈红一盒之隔 这盒一点都不窄 足足有三十丈距离 连续作战好几日 军中的整顿工作很强 凤九儿并没有着急着进攻 和兄弟一起留在军营中一整天 他也没有闲下来 一直在给受伤兄弟治疗 现在 他还面临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 雷申报的护兵 从十万到现在的不到六万 有的战死 有的也许逃了 还有一批在陈红手里 但至少 降服的护兵 有将近六万 大家信任自己 凤九儿也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这些人 在两个月之后 受尽折磨死去 手中没有雷申报 让兄弟服的药的样本 他要研究解药 真的不容易 可他不能放弃 忙碌了一天一夜 大家终于可以坐下来 好好吃一顿晚膳 晚膳之后 众人依旧坐在原来自己用膳的位置 品茶 吃糕点 剩下一个村子 整个历程都是他们的家 这种感觉不错 店中 行子粥放下手中杯子 看着不远处的凤九儿 九儿 船只准备了一些 不过 河对面的白雾还是很浓 一一种日都没有散开的意思啊 赵玉生也浅尝了一口茶 看向唐小华问道 叶夫人 您能看出陈红用了何种阵法吗 我也不知道 或者我明日可以过去看看 被逼睡了大半天的唐小华 脸色可以说 是在场最红顺的一个 不可 月剑飞 长臂一身 搭在唐小华另一边尖头上 要不是这人多 他恐怕会将唐小华搂在怀里 月剑飞 话出口之后 也觉得 自己的话有些不妥 他轻咳了声 补充道 我的意思是 此时 陈红已不是正派之人 他魔功如此了得 我也不放心 小华过去 要去 我带兄弟过去便可 暂时 我也没打算 立即进攻 凤九儿轻声说道 何何况 陈红手中有五千雷伸爆的护兵 如月大哥所说 这些护兵 双眸呆滞 目无表情 连受伤甚至死亡 都没有任何神色变化 我的猜想 和月大哥 滑解的一般 这些人 应该是被陈红给控制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关注 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 等你来拿哦